大家好,欢迎收看大胆菜马频道 今天影片跟大家讲讲明日12月18日,沙田日赛深水 喜欢影片订阅记得点赞,订阅频道,按钟仔,有新片通知你 地方方很简单,每条影片右下角都有订阅,按一按就订阅到频道 除了订阅频道之外,也可以考虑加入会员深水服务,三个级别的 加入了之后就能够收到相关深水 除了Youtube之外,Patreon也有三个级别可以给大家选择 自己去选择哪个平台適合大家 讲回明天的深水,将会采用沙田斯加沙跑道的10场赛事 8草两泥,头场开跑时间1点钟,斯加沙跑道 中间第4、第6场就是泥地赛事 刚刚星期三的赛果,赛事都很热,但脚都很冷 波剑士也有三匹,这阵段都很厉害 波剑士都很厉害,这阵段都很厉害 波剑士都很厉害,明天阿赛也会给了整个 一二三四五个马,波剑士奇 大家要留意一下,波剑士这套契状 会不会有马会动手,还是会找他来 什么阿飞 要看着飞数,临场记着波剑士 因为本顿停赛 就是这些 莫磊拉、田泰安、波剑士这些 就上位了 異形换影、互相掩户等 大家謹記留意這幾個騎士 深水是第四場五班千六米 暫時大熱會展達人五號碼 葉楚行剛剛兩星期三想搏殺 盡神被田雞搏殺失守 輸過短頭 明天那手馬可以搏 明天他應該會有心搏 所以選一隻他的馬來推介 這隻五號碼會展達人 雖然5.3大熱 但是位置都兩倍 這些五班場合都沒什麼所謂 你不是熱到二十幾元就可以了 不是熱到辣手也可以 玩得過 這些場合除了會展達人 另外開心大師 都是可以推介給大家 這些場合 多做一隻就安全一點 很難在五班一注就夾中 看回他上次怎麼跑 排外檔起爆 這隻紅色眼罩就是會展達人 蝕恩騎的 當時早段起步 他未至於這麼快可以埋到欄 但是一路再跑下去 他立心要上去放 開始給幾步 慢慢逐步逐步上前去放頭 放頭的跑法最適合他跑 明天C加三 他將會排一檔 一檔也沒有其他好玩 都是要放 加上同場的快馬 就不多 所以應該會做到放頭這個效果 有人燒他 他就推快一點 這場也有人頂他 無限驚喜 其實都放了一大輪 讓他過了才到他放 所以其實都浪費了點力的組段 明天有一檔 都很韌的 會展達人 但事關在四班 其實他都贏過馬 現在這個輾轉到五班 雖然第一局贏了 但再出都上到名 其實在五班 他的級數是高一點的 所以你看到他一直都捱著 捱著回來 都不能斷 但外面的馬 過他就很難 只有一隻 堅有鳥 金剛複星 都能過他 他一直都頂著 給大家 明天 預計的跑法 也是差不多 看看你外面 有多少隻馬 好像堅有鳥 金剛複星 那些 上來 可以將會展達人趕過 明天照計他組段 不用那麼浪費力 應該會自己輕鬆 放到頭 在形勢下 會展達人 就是要選擇 所以 另外 再推介一隻 可以留著跑的開心大師 給大家 這隻開心大師 都下回五班 明天 將會是 五班出賽 跑了幾次菊草 菊草向來都是 這隻馬躍汗 都不太行 千二米大 都跑到第四 上次都惹來一些衷景 在四班 一六五零 可不可以呢 都要減掉那兩分 下來 五班 轉回來田草 千六 上季尾 就是陳家熙和他 贏了兩分 現在 部署一模一樣 減九分 轉回來沙田 立刻放陳家熙上去 減回那七磅 跟上季爺馬 都是124磅 所以已經是 臨到反彈的水位 一二四磅 一模一樣 陳家熙已經熟了 贏了兩分 這些馬 明天都是被他博殺的 他明天守馬 都可以 所以 陳家熙 例如你看一下 頭場 紅中獵馬 他有沒有表現 如果有 這些開心大師 都是留意 因為陳家熙那些 通常都是一吃開 就吃幾口 吃下去 所以都是要看著 變成臨場自己 拿來收拾一下 看看他有沒有收影 所以 這場 五班千六米 就是 三號 開心大師 五號 會展達人 推介給大家的選擇 說說 另外就是華美福星這些 跑一千八米 近的 縮程千六 幾乎 不是剛好跑 千八米 可以在前面 萬放 可以回到氣 到千六 就 講求 斷斷斷 斷斷 對你的馬 美福星 似乎 不太合適 加上巴道 剛剛那天 三隻熱門 都是 撻皮 無法 所以 巴道 馬 都要小心 所以 就是這樣 心水到這裡 明天 希望幫到大家 下次再和大家見面